为何古代旗袍非得是双边开叉背后原因让人脸红 咱中国的旗袍被世人称为东方女装的代表 这种四季皆宜 尤其最适合于下秋十节妇女穿的旗袍而 给我过妇女们带来花样年华 旗袍追随着时代 承载着文明 体现着美德 演化为天地间一道绚丽的彩虹 古韵佳人 温婉如玉 相间风妖 玲珑迷人 这首诗词正描绘出我国妇女穿骨 点韵味的传统旗袍的亮丽与多姿多彩 那么我国旗袍这种服装的圆形圆圆 于何时何处呢 有一种说法是出自中国满族妇女的创造 在三百多年前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后裔 满族妇女 因气候寒冷都穿一种肥大的织筒式的袍子 他们为了方便老左 在袍子的左右两侧开叉 在骑马登山或下江河时 就把袍子下摆扯起来 既在腰间以便于自主行动 在平时又把开叉的地方用扭盘扣住 既可保暖又能显示出女性的风姿 满族人入关后 满族妇女跟随八旗兵 走进华北平原入驻北京城 由于满族人都被纳入了八旗序列 所以满人也被称为奇人 妇女穿的这种服装被称为旗袍 满旅则称为后来在清代的皇族王府 及八旗的妇女中 更在穿戴珠方面发展成为 戴旗头两把头 大板头 穿旗鞋厚底盆鞋 这旗袍戴旗时等一整套的装束 在老北京的崇文门外 花式大街等地 就曾专门有为清宫中的女卷 及其人妇女制作旗头用的 卷花等装饰品的做法 其人的这种装束老北京时 还有不少典故呢 如说穿席袍是为了限制妇女的不服 其邪能使妇女的步伐更稳 膝头是为了使女性的腰板挺直 戴耳坠子则是为防止女性不雅的急回头 否则就会打着女性的脸 正像向上大师侯宝林 在相声中掩饰的那贵族大家闺秀的女子行走 扭头 说话时的形象那样 急居风趣 清顺至时入关定都北京后 曾下令百姓必须替发衣服 以表对清朝的归顺 从而逐渐在旧经百姓中 让满族旗袍 成为满汉两大民族的通用服装 汉族的妇女觉得其人女子高领 细腰 长袖 长身的衣裳 叫过去穿的长袍很得体 很轻便 很好看 纷纷另有人认为 民国初年是一个新就交替的时期 新生的事物芳心锐爱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 在中华的传播影响 尤其是五四运动 后提倡的新文化思想 促使我国一些百姓的服装 向西方各国男女服饰的演变 中国的旗袍是一次女性服装的 民国政府也曾提倡女子的礼服 可采用山衣下裙的西欧样式 后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妇女们领悟到曲见美帝道理 在裁制衣服时 改变了传统女服的长袍 形式胸肩腰吞完全的平直状态 于是新颖的吉袍儿 走进北京及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住户 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们 穿起用各种衣料精心制作的色彩鲜艳的吉袍儿 从上世纪初起盛行于社交场所和四合院中 并逐渐传向全国城乡地区 作为大都市的上海后来幽杰和西欧服装的样式 对旗袍做了现代化的改良 成为大众型的模式 正像一些影视剧中妇女穿的各式 旗袍那样耳朵多子 从选料、花色饰样、做工等各方面搭配很得当 那时被称为改良旗袍 其最大的改变在于袍腰不断收缩 使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 从遮掩人体曲线 到显现凹凸有质的女性美 如细仿旗袍轻盈而妩媚 露金碎花旗袍华丽而高雅 黑色绸缎段料高领无秀旗袍 则其美似有哀愁而又不失神秘 各式各样的旗袍体现了女性静止的典雅美与高贵美 其彻底摆脱了满族的就有超常宽肥的模式 这种改良后的新旗袍 1929年时还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定为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 另外相传清代最后的溥仪皇帝的后妃婉容 文秀在走出紫禁城皇宫 前后的一段时期 曾有个御采访 专门为后妃设计制作新式旗袍 其改良的新花色新式养 不但受后妃喜爱 同时也从宫内流传到民间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 孙夫人宋庆龄也逐渐改穿旗袍 她为了体现对民族传统的珍视和喜爱 死后几十年内无论居住在上海还是北京 她的服饰一直以旗袍为主 素雅深色的旗袍 显示着从容端庄高雅的女性美 曾成为标志性的中国国府 另据原蒋介石施灵官邸的带同们爆料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 及爱好收藏各式各样的旗袍 她有了专门的御采访张瑞香 一年364天过年时准修一天 不停地为宋美玲做其喜欢的多式样的旗袍 而剪裁制好后 宋美玲只喜爱的看两眼 然后就存放在衣橱内 其大衣橱内堆满了众多样式亮丽花色的旗袍 堪称世界之五四运动后 北京的穿西袍之风集上 蔡王府井 前门等地的一些服装店 绸布铺以及街市的裁缝店 都用中国的传统面料丝绸紧端等做承担 加棉教高藏的旗袍 讲究的主人还有绣上不同的花边和吉祥的图案 四合院里的太太小姐们发际高婉身段 恶挪窈窕多姿 体现了中国女性身上的东方神韵 而在老北京的一些平民百姓中 最流行的 则是四旗袍样式的毛蓝布衫 夏天时长身穿 冬天时套在棉袍的外边 下属天时还穿一种用阴单式林布做的短袖 矮领 凯叉的西部的长褂 非常合体 省料 又凉爽轻便 这类旗袍成为解放前平民妇女和女学生们非常爱穿的服装 突出的一点是旗袍内不穿长裤 取而代之的是丝啊 线啊 和内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 北京一度提倡新生活运动 反对当时流行的无袖旗袍 任为他过于暴露 而有商风化 为此事当时的北平市长原良 还曾亲自到中山公园大门口 去捉拿过穿无袖旗袍的女性 曾惹得议论纷纷 且放以后穿袭袍之风俗 曾一度绝技 很多精致的旗袍被焚毁或压入乡底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旗袍才风光右线 并与时距禁不断发展改良富与更多的心意 这种四季皆宜的旗袍儿 给父你们带来风采 旗袍儿这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亮丽服装 掩饰着中国女性的美丽 被誉为中国服饰文化的代表 穿袭袍也已成为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妇女名人的 一种时髦和收藏宠物 中国旗袍受到世人的赞美 东方妇女的美 令世人交口赞叹 中文字幕续